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隔一段时间就外出去附近的废弃超市里搜寻物资 这天来到超市 小弟对一个飞机玩具产生了兴趣 趁着没人注意 小弟就拿上了飞机 然后半路上玩起飞机 成功引来了怪物狗带了 距离灾难爆发已经过去了472天 一家人仍然在努力维持生活 男主整天没事就泡在实验室里研究怪物的弱点 同时想和其他幸存者取得联系 可惜却并没有什么进展 而女主负责操心家务 并且在这样的危难时刻还意外有了身孕 不得不说 两人的逃难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 姐姐患有听力障碍 男主为姐姐做了助听器 结果姐姐拒绝使用 因为在这个不能发出声音的世界里 助听器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过最后在男主的一再坚持下 姐姐还是收下了助听器 虽然近身是活命的法则 但是平时借助自然伸遮掩 一家人没事时还是能够好好的说话 这天男主带着二弟去野外练习谋身技能 叮嘱留在家里的姐姐照顾好女主 结果渴望外面世界的姐姐不愿意了 趁着女主不注意 姐姐就偷偷的溜走了 这时的男主和二弟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个老头 地上是老头老伴的尸体 老伴死了 老头估计也是不想活了 顺便还想拉着两人陪葬 于是老头就猝不及防的发出了平地一身口 幸好男主演几手快 拉着二弟躲开 紧接着怪物就飞了过来 把老头给罪尸万段了 与此同时 独自一人在家的女主破了羊水 意味着快要生了 女主慌乱下光脚下楼 不小心踩到了一颗钉子 虽然女主忍着疼痛压下了即将发出的叫声 但是一连串的动作 还是连带着把东西打碎 还是引来了怪物 于是女主立即亮起了警报灯 接着用闹钟引开了怪物 然后自己摸到玉石里准备生育 男主回来看到一圈亮起的红灯下的步行 赶紧就让二弟去放烟花转移怪物的注意力 等男主趁着怪物走开回到家里时 发现女主已经生下了孩子 接着男主就抱着母子俩来到了地下室 然后给婴儿带上氧气罩 放进了棺材里 防止婴儿的哭声引来怪物 这时男主终于想起了两个孩子还在外面 赶紧又外出去找 临走前男主还在家里放水 用水声混搅怪物的试听 另一边的两个孩子迟迟等不到救援 不小心掉进了骨仓中 怪物听到声音迅速就跟了过来 结果关键时刻 姐姐的助听器发出的声波却意外地把怪物给赶跑了 很快男主找到了两个孩子 三人坐上车想要逃跑 结果开车发出的噪音又把怪物给招了过来 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平安地回去 男主发出叫声牺牲了自己 趁着怪物撕碎男主的时候 两个孩子赶紧开车逃回了家 而一家人虽然因为男主的死而伤心 但是也只能压抑着哭声 没想到之前的怪物一路跟着车追到了家里 也就在这时 大家发现助听器发出的声波对打怪物有奇效 在听到声波时 怪物就会露出头部的弱点 女主健壮赶紧抓住机会就是一枪爆头 由于战斗的动静太大 附近其他地方的怪物也纷纷被引了过来 但是母女两人毫不畏惧 一个用扩音器把声波放到了最大 一个装好了散弹枪 就等着剿灭怪物深藏公于名 至于母女两人最后的结局 电影里并没有交代 如果让你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 你怕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